第六十章,裂开,只见到广场的正中央站着楚河,而广场下面的人则是朝着那神佛的虚影跪拜,口中都是念念有词,请求神灵降下神法,杀死楚河,杀死这个人族的败类,请求神佛速速降下神法,其中大半都是祈求神佛降下神法杀死楚河的,也有小半则是在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话, 求求神佛让我发大财,神佛保佑,让我升官,让我做到处长,求求神佛让我翠平喜欢上我,等我俩有了孩子,一定让孩子也信佛,这些人小声说着,简直就是把神佛当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交易的商人,我给你供品,你满足我的欲望,我给你信仰,你满足我的欲望。 复利和悟剑两个人看到这一幕,心头都是一尘,尤其是在看到不远处被刚才伏魔金刚阵法摧毁的大楼,还有这些人口中念念有词的要请神佛杀死楚河。 他们都是最顶级的聪明人,看到这一幕,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现在怎么办,复利直接人傻了兜,现在唯一能救这些人的人就是楚河,而他们却在这里跪下祈祷八步的楚河死。 虽然他们两人还没跟楚河接触,但是心里面已经是量了半截。 此时此刻,在他们的心中,对于城里的这些人也都是恨铁不成钢。 这些人有那么恨楚河? 且不说那神佛是伏魔金刚阵法幻化,就算是真的神佛降临了,难道要许的愿不应该是将所有的妖魔重新封印? 为啥一定要楚河死? 我现在真的怀疑楚河到底是不是杀死了他们的亲人了,复利地看向那些跪倒一群的人,眼中神色满是嘲讽。 我拼死保护的就是这种人,这种关头了,还想着升官发财玩女人。 物件也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,当然,他最担心的是,现在这种情况,他们该怎么对楚河开口。 一想到这里,他也忍不住愤怒,看着人群暗骂道,这群蠢货,他们到底知不知道,现在只有楚河可以救他们。 复利大步往前走去,不管了,现在只能祈求楚河还有一丝的理性,没有被这些愚昧的人气到,否则的话,不单单是他们完蛋,我们也全部都完蛋了。 物件也跟上了复利的身影,他们在走近道能看到楚河之后就放慢了速度,并没有走得很快又或者是施展什么轻功身法。 虽然现在时间紧迫,但是他们还是表现出了对楚河的极度的尊重,毕竟,现在只有楚河能救他们。 而楚河也早早地就发现了这两个灰头土脸的和尚,看到他们两个走到了人群之后,似乎是想要开口说话, 楚河直接摇头拒绝,让他们闭上了嘴巴。 复利和物件心中焦急,但是也大概知道楚河是什么脾气,如果是他们现在不听楚河的强行开口的话, 他们是在担心楚河会因为这个直接拒绝他们的请求。 楚河眼神从他们的身上闪过,看了一眼外面那一尊愈发凝视看起来越来越灵动的神佛的虚影,掐算了一下时间,摇头笑了笑。 谁知道下面那些人直接怒道,你还敢笑?等会神法降临你就笑不出来了。 神法?楚河看了一下那巨大的神佛虚影,你们说的我是那个吗?竟然用手指神佛? 大不敬,看着下面这些人模狗样的人,此刻仿佛都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楚河就想笑。 他们不是真正的信佛,是谁给他们好处,他们就信谁。 现在外面的那神佛虚影给了他们现在对于他们最为重要的东西,希望。 这才有趣,必须要充满希望,然后再绝望,这时的悔恨值才会最高不是吗? 楚河呵呵一笑,你们真以为你们拜的这神可以奈何我? 下面群情激愤,人怎么能跟神相体并论? 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诀,楚河也不理会他们,而是转身看向那幅魔精刚虚影,既然这是你们心中的神,那我,便是神给你们看。 说完,遥遥对着幅魔精刚微微一指。 哄,一道肉眼可见的光波从楚河的手指之上传出。 其实,楚河完全可以做到无形物质,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,只需要一个念头就可以发动类似的攻击。 而之所以这样,也全部都是为了让下面这群废物看看清楚。 什么,竟然敢对着神灵发动攻击? 自不量力,皮肤汗术罢了。 有人则是兴奋不已,竟然敢对神佛挑衅,这下神佛总该再一次出手了吧。 唐碧当车的废物,就算是你比普通人厉害了那么一点点,又能怎么样? 难道你还能跟神比? 只要神佛伸下一个手指头,就能碾死你。 所有人几乎都是一个想法。 楚河这次死定了。 而复利和物件心中也是一惊,他们知道这一击的恐怖力量。 外面的那幅魔精刚阵法已经是强弩之末, 即便是楚河不攻击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, 更何况楚河这如此强悍的攻击。 刹那间,楚河手指上的光波便直接来到了那神佛虚影面前。 楚河的赤红色的光波和那巨大的神佛虚影比起来, 简直就是不值一谈,就像是蚊子和大象的区别。 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楚河的这攻击并不会发生什么连依的时候, 一便发生了。 红隆隆。 在光波击中神佛虚影的刹那, 几乎所有人的耳边全部都响起宛若闷雷一般的轰鸣, 就像是从人的心底最深处响起。 下一刻, 正在掐着法觉的神佛忽然断了一下, 而后, 被楚河光波击中的地方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, 声音传到几千米之外, 仍然不见减弱, 就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, 让人牙酸, 让人发毛。 咔! 咔咔! 碎裂的声音越来越多, 越来越快越老越急。 而被楚河光波击中的地方, 也在出现了几道好似珠网一般的裂缝, 从里面透出金色的光芒。 而裂缝越来越大, 也砸不断地蔓延, 眨眼间就蔓延到了神佛虚影的胸部。 而下面还在对这所谓的神佛跪拜的人, 看到这一幕, 心中都是空白一片。 神佛, 神佛裂胎了。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